現在進行第二案,我們要協商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報告審查 行政院行情審議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審查會在108年11月6日召開第九屆第八會期第十五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完峻 本案計四條審查結果第三條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七條均保留需交由黨團協商 所以我們現在來進行協商 這個我要先請問這個法務部 法務部對於這個四個條文有沒有這個修正的意見 主席各位,對於條文本身沒有修正意見 但在說明欄我們有一個著修 就是上次說明欄的第三條的說明欄 說明欄的部分本來是說 非屬自然公務內的人工設施 公務設施本來是說開放山林隨意的這個我們把它刪掉 避免錯誤說非屬這個上該範疇的公共設施 仍然依照具體各案事實適用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就改成這個避免這個造成誤會 也上次委員有垂詢的說如果不是開放的部分 那就基本上不構成我們第三項第四項的減免問題 好瞭解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 其他機關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一條一條來處理 請各位看第三條 第三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請問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條的說明 第三條的說明 第七點的修正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 法務部的補充的修正 修正通過 第八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九條請問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七條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跟協商會議報告 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協商結論一 第三條立法說明修正詳如復健 二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好謝謝我們第二案就處理完畢 好這個 三個請問是開用通知是9點40分 好我們 只跟第二案相關的各機關代表 可以先離席 那我們第三案通知的會議時間是9點40 那麼我們就休息一下到9點40分 繼續開會 好 好的 請問當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